沒有人恐龍裝這樣穿的吧 這個女孩子 女孩子 有這種恐龍 很兇 這個叫做暴龍 對 暴龍… 一起來歡迎林馨儀 超兇恐龍妹 那時候那個影片 瀏覽事數破百萬 當時破百萬就很大了 對 那個真的很大 對… 他張照片 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 超兇 來看看他這個影片 來了 妳看看 哇塞 妳說很兇 真的很兇 他是要穿恐龍裝 可是要恐龍裝不穿好 然後 對 沒有人恐龍裝這樣穿的吧 這個女孩子 女孩子 有這種 很兇 這個叫做暴龍 對 暴龍… 一起來歡迎林馨儀 嗨 好兇儀 好兇儀 小兇 好兇儀喔 兇儀 怎麼跟裡面的畫面是不太一樣 有不一樣嗎 有啊 你有時候變小 妳在裡面看起來很高 那個時候看起來是嬰兒肥 對 對 現在整個變成女人了 對… 浴衛 6分流失了嗎 沒有 我們還以為妳這個至少165以上 大家都以為那個恐龍腳 恐龍腳是後底鞋 對…就是看起來比較延伸 現在穿得比較皮一點這樣 妳以前為什麼會在那邊跳舞 那時候其實是做一個行銷活動 在宣傳一個幼兒學步車 他就是一個木頭的鴨鴨 沒有甩尾 小朋友應該沒有鴨鴨 對 那時候就看了一個電影 陳柏林演的變身 然後裡面有一個人就穿恐龍裝 我們就想說好 就決定穿這樣 然後就去信義區做活動 然後就剛好在信義區的街頭 我其實那個表演不是準備好 是對面車展傳來的音樂聲 真的 對 不是我準備的音樂 就音樂穿的恐龍 我是亂跳的 然後那個音樂一來 妳就從那邊跳起來 對 然後路人拍的那個影片 他就上傳到YouTube 然後大家看到就叫我恐龍妹 如果我有知道一百萬 我就自己上傳了 所以妳是一個不經意的 知緣 對 但是是不經意 所以是新聞事件的紅 對… 後來妳有循著這條路線在做事嗎 有…現在還是有經營 就是直播自媒體 然後到今年才終於 發行自己的首張EP 妳自己做的歌嗎 對… Pia是我的製作人 然後自取友人幫我寫 對 她的歌很輕 四首歌 有唱片公司幫妳發片 沒有 唱片公司 自己發 自己這樣 對 就是存了 存了一筆錢跟一百多萬 終於燒下去 燒下去 就是圓夢 真的 名字叫什麼 她應該來我們的圓夢計畫 要… 對不對 我覺得妳很適合來我們的圓夢計畫 可以找我圓夢嗎 可以喔 不 我跟妳講 沒有辦法別人幫我們圓夢 我們就靠自己 對 我也是覺得 已經有這麼長的時間 不能再等了 必須要發行 這張EP 還有哪裡痛痛 叫做什麼 還有哪裡痛痛 這裡痛痛 好可愛喔 可愛喔 不要太過敞 別以為 妳們有很多寂寞 別以為 妳們有很多寂寞 別以為 我就是那個 珍重妳的女孩 欸欸欸… 把身體交給我 把心也交給我 上邊 下面 裡面 還有哪裡 通通 嗨嗚嗚 嗚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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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妳交給我啟酒 還有那裡通通 這裡通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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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不錯 不錯 滿有記憶點的 這有記憶點 這裡通通 被你唱完汗點都痛痛了 對…淡淡的